他来了他来了 篮网的三巨头里面 封屏最差的一位 那要属欧文 和詹姆斯合作后 在总决赛命中 那季关键三分 帮助克里夫兰拿下 舰队首个总冠军后 欧文却选择 远走波士顿 不在詹姆斯身边打球 这也引发了很多 詹姆斯球迷的反感 毕竟詹姆斯难得 如此欣赏另一位球员 再加上当初 勒胡单截34分之夜 欧文没有选择 传球给勒胡 让他尝试打破汤普森 单截37分的壮举 而让他更加为人所诟病 本赛季欧文 两次缺席比赛 其中一次 发生在哈登到来之前 欧文无端离开球队 甚至那神 也称无法联系到他 然后被拍到 出现在姐姐生日宴会上 虽然后来 哈登加盟 有人认为 这是欧文配合篮网 故意放的烟雾弹 但真实情况至今 仍未给个说法 而在前不久 欧文又一次离席 这一次 球迷们已经做好 再次指责欧文的准备 奈何最后的真相 是欧文这一次离席 是因为他的另一个孩子 即将诞生 承受了最多的骂声 有谁知道欧文才是本赛季篮网三巨头中出场最多的球员呢 本赛季欧文代表篮网出战35场比赛 哈登出战33场比赛 89.6 得分效率 是全方位领先于三届得分王哈登的 事实上 本赛季29岁的欧文真的成熟了 这不光体现在他的球技上面 也体现在他的场下作风方面 他与篮网队友相处十分和谐 这也是那些声称欧文是球队独流的非言不羁自愧 欧文也不是外界所称的那样 想要成为球队唯一领袖的球员 事实上 在几天前接受采访时 欧文便称 我们都尊重杜兰特作为球队领袖 而同欧文和杜兰特平日的互动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了解 欧文是真的把杜兰特当作大哥一样对待 本赛季对于欧文来说 是相当困难的一季 哈登的到来 让篮网瞬间集结了联盟最具天赋的球员 没有人会不认为 篮网是那支最有可能夺冠的球队 这其实也让篮网上下承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更何况球队的其他成员并不健康 杜兰特有着大伤隐患 每场比赛都得祈祷他能够健康下场 哈登在来到篮网之后 以往铁打低身体 仿佛也出现了情况 脚筋接连出现问题 现在那神只能寄希望于欧文 在哈登和杜兰特不在的情况下 带队赢下更多比赛的胜利 毕竟若是能够取得东部第一的战绩 篮网在季后赛里将能够面对实力较差的对手 不至于被实力接近的对手消耗 导致当初 杜兰特在季后赛里过度消耗的悲剧 再度出现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